行車窒息拍下 機車到騎士不斷呼嘯而過 但突然一輛紅色機車卻突然擊煞 結果後方騎士反應不及 一個個撞上去 後視鏡頭看得更清楚 騎士擊煞後頭還來不及回 就被後面的騎士撞倒 而機車前輪再往左偏 再擊落第三輛車 但這還沒完 右後一名騎士同樣閃 並不及撞上分隔島慘衰 這輛車趕到時 機車已經倒成一片 騎士紛紛站在分隔島上 還好大家傷勢都不嚴重 事發地點就發生在高雄前鎮區的 中山四路 在開工的第一天 早上七點多就發生著起連環撞 回到事發現場 還有被撞壞的車 跟騎士的安全帽 發是能發動的 只是前面整個縮進去 要實際估才知道 可是這最少應該要破萬了 還好騎士只有輕傷 脫從事修車的親友 要把車載回車航兄弟 只是怎麼會撞成這樣 園林竟然只是為了撿手機 讓親友傻眼直呼太危險 擊殺這樣反應 根本就反應不過來 對 皮肉傷而已 應該現在在家休息了 他的手機掉落 要減速減時的時候 同向的機車 從後方追撞 後方的第三台 第四台車 在與這個車禍發生差撞 從地下到騎車上來 騎士的速度通常都不慢 因此只要有人在中間停下來 就很容易撞上 由於地點剛好是市區 往小港的主要道路 尖峰時段騎士突然擊殺 去四輛車追撞事故 因此民眾騎車發現 掉東西後的反應 真的非常重要 注意旁邊的 就是慢慢算 反應不是一下子就撒 一下子就要太那個了 放裡面啦 要掃盯那些 也是放在袋子裡面啦 除了避免擊殺之外 最好的保險方式 就是把東西收好 放在救箱 或是隨身包包裡 才不會為了見識掉落物 發生危險 欺騙新聞 愛頭險劉璇 高雄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Plus 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